接下来百货公司他们下半年要力拼复苏了 金金母其实不是精品的美妆 而是餐饮 像是金战他们就进驻了三家一国的料理 而红卉广场则是引进了干杯集团旗下的两间餐厅 他们今年设下了整体的餐饮业绩 要来挑战全馆六成目标 澳洲和牛煎到焦糖色 五分熟度肉质软嫩多汁 百货业者拼复苏金金母不再是精品美妆 现在改打美食牌 甚至找来餐饮龙头来进驻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台湾的展店 百货店的比重是已经九成多了 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今年是已经开了第十间店 然后今年的话再预计再多开两间店这样子 店里挂上满满灯笼浓浓浓的日式风情 百货里的餐厅越开越多 红绘广场一次进驻干杯两家分店 今年餐饮业绩要挑战全馆六成目标 而金站要拉高餐饮占比 更是一口气进驻三家异国料理 其中包含雄师开的意大利餐厅 也才上半年开幕 餐饮的占比在百货里越占越高 以这家百货来说的话 除了B3是美食街之外的 其余的六层楼每一层都设有餐厅以及咖啡厅 百货拼复苏第一棒纷纷朝餐饮打 而业者选百货设点也有两大吸引力 除了百货每天至少有上万名人流之外 二来百货已有现成的店铺 管线配置可以省下不少费用 主要就是门面位置要好 那人潮要多 这就是我们选择百货商场的原因 这边的基础设施还有合法性 其实也是对餐饮业者 有很好的高效率的帮助 比起在疫情前 我们的营收有约成长两成左右 景气逐渐复苏 餐饮品牌进铸百货 等同鱼帮水 水帮鱼 让闷了好久的业者 总算可以一吐怨气 东森财经新闻 常好 宏林浩宇台北报导 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